高雄市政府与台湾虚拟与扩增实境产业协会 以及资测会7号举行台湾体感科技产业联盟成立大会 市长城局号召产官学合作 推动体感科技产业 行作高雄体感科技聚落 成为国际体感科技重镇 为吸引体感科技上下游群聚高雄 高雄市政府与资测会等多个机构单位 合作成立台湾体感科技产业联盟 7号下午在市府举行成立大会 请放下 后方我们的部门已经开阶开了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谢谢中央看到我们这个产业 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持 今天我们的体感科技上中下游 所有的业界都来了 我们成立这个联盟 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团结 那我们是台湾第一个 以推动体感科技产业发展成立的 这样的一个联盟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体感科技产业是跨产业跨领域的创新应用 也是台湾产业接轨国际的重要趋势 城区感谢经济部破化体感科技产业未来蓝图 也希望业界用行动支持并推动体感产业科技联盟成立 体感科技产业 这是跨产业跨领域一个非常创新的应用 那也是台湾产业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经济部工业局在过去一年多以来 持续跟我们的高雄市政府讨论 也破坏我们体感产业未来的团图 另外近来许多体感科技业者反映余热税的问题 陈局表示已经责成财政局研理方案 未来将继续扮演支持产业发展的重要后盾 高雄市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 那目前我们已经责成我们的财政局 来研理这个方案 那高雄市政府会继续扮演 我们产业发展最重要支持的后盾 来协助大家 那也提供我们最及时 如果需要高雄市政府的帮忙 我们跟大家站在一起 数位产业内容是高雄目前重点发展产业之一 从2010年至今 厂商从46家成长为217家 创造1万多个就业机会 对行速高雄体感科技产业聚落奠定了重要基础 成立大会现场还举办体感科技展示会 全天后免费提供AR及VR科技应用 让在场民众体验享受体感科技所带来的热趣 港东新闻张世民洪静怡采访报导 很高啊 嗯 嗯